我裝發票是大概有中獎 然後我可以換現金嗎 發票中百元小獎 不少民眾會到超商直接兌換現金 不過大家都很好奇 近年的千萬發票得主都分布在哪裡 來到台北市大安區 這裡才剛開出威力彩頭獎 現在又被財政部公布 位在台北市大安區這條敦化南路 一共開出了七次的統一發票 千萬特別獎位居全國第一 也被網友戲稱說是代財路 我卡不夠吧 不過其實大安區東化南路 也是台北市高價地段 現在房價光是巷弄內 一坪就要100萬元 到了大馬路 價格直接翻倍 除了東化南路外 台北市南京東路的超商 不只一間曾開出千萬元發票 財政部公布的中獎地圖 前三名都在雙北地區 第一名東化南路 因為電信業者總部在這條路上 其中五次中大獎是腳電話帳單 第二名中和區中山路開出六次 兩次在購物中心 除了南京東路 南港三重路 板橋中山路並列第三 各開出五次 財政部解釋 電商發展蓬勃 發票開出地點 依公司登記所在地標注 中獎名冊 財匯都集中在雙北地區 中獎人 可能散落各縣市 不會說刻意來這邊消費 我覺得運氣比較重要 五六月發票千萬得主 有人買十個鍋貼 加一碗湯 還有人到超商 將花十元買報紙 七人花不到一百元 總千萬元大獎 雲端發票專屬百萬元獎 有三十四名幸運兒 其中有民眾近視分期付款 購買生前契約 成了百萬富翁 人人都想收到財神業眷顧 能不能中獎 真的還是得看運氣 記者孫穎依仰向於台北採訪報導